地藏菩萨 神力不可思议 慈悲不可思议 智慧不可思议 辩才不可思议 我们记住 地藏菩萨 有这样的事不可思议 正因为 他有事不可思议 才成就了 地藏大士 他的 伟大的愿行 成为中国 四大菩萨之一 那么 《地藏经》 《三卷十三品》当中 还有一层重要的 思想 我把它做了个归纳 叫四条铁律 四条铁打的规律 但恰恰往往是我们世间的很多人 还不能接受 或者不能理解 或者不能听闻 所以我今天把它总结起来 有四条铁律 第一条 第一条 就是 《地藏经》的核心思想叫 《六道轮回地狱苦暴》 这是《地藏经》所要讲的 第一条思想 第二条是什么呢 叫《天地之间孝亲为罪》 《天地之间孝亲为罪》 第三条铁律呢 《因果报应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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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品 讲的东西很多 由于我们不能今天把它讲完 不能真字真具地讲 所以我们就要高度地概括 《地藏经》的核心思想 是什么 我就是称为《地藏经》所揭示的四条铁律 就是这么四条 首先我们来认识《六道轮回地狱苦暴》 这个重点是看什么 看第一名号品 我们用几点时间有限 大家听了《地藏纲要》 对《地藏经》有一个全面系统而简要的认识 在《地藏经》之后不要就职打座 说OK了 我这个《地藏经》都知道 差得远达 今天两个半小时能够介绍多少 所以你们回去之后 但凡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 但凡是喜欢不送《地藏经》的人 你们还是要通过我这个抛砖要隐喻 要去细看 要去细思 要闻思修 那么我在这里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指引 就是说 你要明了《六道轮回地狱苦暴》 重点就看《地藏经》的地狱名号品 那么我们看《地藏经》的一段经文 在《刀立天宫神秃品》当中 《开门见山》等于是续品 这个圣女就问 佛罗门这个圣女就问 我们铁围之内地狱在中 是是是否 我听说 铁围一山里头有大地狱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天底下真的有地狱吗 有地狱的存在吗 这个《无读达言》 无读达约 实有地狱 他说 确实有地狱 那么圣女说 我今银河得到约索 我为什么今天 会到这个地狱当中来呢 因为地狱肯定不是人间啊 但这个《破罗门女》明明是个人啊 他不是个鬼啊 他怎么就到地狱当中来了呢 《无读达约》 若非威神继续业立 非子二世终不能到 你要到地狱当中去 这是不让参观的地方 你要去 可以 两种方法去 一种是藏诸佛威神之力 通过路定啊 通过佛给你四宪神出力啊 让你的神士到地狱当中去 如梦如患地下了一支地狱 若非威神 藏佛威神之力 大威神力 能够去 第二种呢 继续自己的造业之因 恶因得恶果 你造地狱因得地狱果 直生地狱 如果不是这两件事 终不能到 永远你只能闻地狱之名啊 你不知道世界上到底真有地狱还是假有地狱 那么 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大家知道民国初年的时候啊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思想家的教育家 张太炎显示 他的名字叫张炳林啊 张太炎 大知识分子大学来讲的 那么他在民国四年的时候呢 啊 当时 就是 袁世凯要复辟 袁世凯要称帝 那么 当时有所谓两派 一派呢 是拥护 这个 袁世凯复辟的 一派呢 当然是 反对 现在都已经共和了 怎么能够一死 开道车呢 怎么能够恢复帝制呢 我们已经推翻满期 建立共和了 是不是 好不容易革命成功 你怎么可以不屁呢 就是反对 其中 张太炎先生就反对了 那么因为张太炎先生 能讲能写 社会地位知名度很高 很有学问 所以这个 老百姓反反了 不怕你 但是这个 有影响的人反对 袁世凯怕 最后呢 袁世凯呢 把这个张太炎先生 骗到北京呢 他也不敢杀他 不敢杀他 把他软禁在北京郊区的龙泉寺 这个龙泉寺很多了 我们之前 余瑶也有龙泉寺 内蒙古也有龙泉寺 龙泉寺很多 北京有个龙泉寺 就把他软禁在龙泉寺 那么 张太炎先生呢 他失去自由了 等于被软禁被关闭在龙泉寺里 没事好干干嘛呢 天天就拜拜佛 送送金打打做 吃吃素了 因为他幸福啊 那你把我关在寺庙里 我就好好休息回来 诶 心就很静 心一静啊 得了个感应啊 就去了一趟地狱 所以到后来 这件事情 他写信 给当时南京西侠山的方丈 叫中信法师 中央法师 这个中央法师啊 跟孙中山先生都是好朋友 都是好朋友 那么 也是当时佛教界的一个高僧 南京西侠山的方丈 中央法师 那么这个张太炎跟中央法师 关系很好 他就把他 这个 梦中 到了地狱的事情 圆圆奔奔写了一封信 寄给中央法师 他怎么讲呢 他说 我有一天做了个梦 在北京做了个梦 梦见了 有人请我吃饭 那我就坐着教去吃饭 到了嘉宇之后呢 主能给我一张名片 这个名片不是现在才有啊 古代什么都有啊 别说一张名片 名片居然是个明朝 明武宗时候的一个姓王的一个宰相 因为这个张太炎先生保足师书 他这个名字一看就认识 哎呦这个是明武宗时候的一个贤相啊 一个姓王的王姓贤相 给了他的名片 你看奇怪啊 一闷之间回到四百年前了 到了明武宗时候 然后呢 这个 请他吃饭的时候啊 参加的人啊 中外古今皆有 中国人也有 外国人也有 现代人也有 古代人也有 有的穿明朝衣服 有的穿汉朝衣服 有的穿满清衣服 有的穿现在的穿跑马卦的 和万国会 什么样的人都有 哎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 这个姓王的这个宰相啊 明朝的那个宰相 这个历史人物 我跟他讲 他说 请你帮个忙 你帮我管一段时间这个 诉讼 好吧 就让他做 做审判官 到阴间做审判官 他就答应 答应以后啊 还有天天晚上啊 他做梦就就就就去阴间 很辛苦 天天晚上审判审判审判 那么有一次他在梦中啊 他就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在《地藏经》里面讲啊 羊铜灌口啊 啊 这个火 这个火床地狱啊 这个火铜地狱啊 飞鹰地狱啊 火箭地狱啊 这太残酷了 这个我们现在啊 是这个民主时代 共和时代 啊 要尊重人权 这个对泛人也要讲人权 要尊重 啊 也不能这样剥皮剥露的啊 你们这个阴间怎么那么残酷呢 他说 问 问一个鬼判 这个《地藏经》里头讲的这些东西 到底是瞎瞎能 就是大家把它瞎瞎做呢 还是真的有 来 他说真的有 那你能带我参观参观吗 他说可以啊 反正你都已经在阴间了 我带你参观参观 好 去参观 他点灵要看什么呢 要看这种铁床弓箭 叫炮弱之心啊 啊 就把这个铁床给它烧毁了 让一个人躺上去 一根柱子把它烧毁了 让一个人坐上去 叫炮弱之心 非常 这个痛苦 是吧 这个几秒钟人有皮 皮管也哭了 这是最 酷 残酷的心法 那么这个张太元先生呢 于心不忍啊 就想要看看 到底有没有这样残酷的心法 结果鬼盼说 有 都带他去 诶 走到一个地方啊 鬼盼说 道 你看 这不都是吗 张太元先生一看啊 一片空地而已啊 啥都没有 没有一个人 听不到一声叫声 更没有刀光血沿 更没有铁床同住啊 就是 平平静静的一块 平地而已啊 啊 但是这个鬼盼说 你看 都在这里了 好 这个愣就醒了 醒了之后啊 这张太元先生啊 他通达佛学啊 他就用维师之理来解释 佛法长得太对了 啊 若能欲了之啊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戒信 一切为心造 天堂也是心所变现 地狱也是心所变现 不是你想要废除就能废除的 嗯 他这个业力 重的 该受这个罪 他就受这个罪 明明白白 分分明明的在受这个罪 而你没有这个罪的人 你是看不见 所以罪不着受不了 那 就在这个地方 就啥都看不见 因为当太元先生没有重地于您 所以陷不了地于境界 那 看不见 啊 这是一种 就是无格式对心 当然 观目女 他为什么能够看陷 啊 因为他需要通过他啊 来传递信息 啊 来增进道业 那 这是诸佛神通四线啊 特意让他看见 啊 所以这两种 看得见也好 看不见也好 都是说得通的 啊 但是 实际上来讲 曾太元先生的这个 是标准答案 就是 到了这一步 才说那句话 这边就是天堂 这边就是地狱 上天堂的人 当下就在天堂 落地狱的人 当下就落地狱 啊 不分彼此 没有分界 都是由因招果 啊 自自然来 不是什么可以改变的 可以 废除的 不可以 所以 张太元先生 在民国四年 在北京 做了这样一个梦 啊 他 回来 啊 那么 写信给 中央法师 后来天天去 后面去 去的烦 弄了 这几天之后啊 就写了一个辞职报告 就烧掉了 辞职报告烧掉了嘛 以后就梦中就再不去 啊 所以我们现在说实话 这个功德文书啊 啊 上达天听啊 那 哎 烧一烧 是有余 啊 但是 归根结底 还是这句话 一切为新造 新造 佛之 我们念回向 念以此功德 庄严不信徒 上报师 崇恩 虾继三度 一念回向啊 好了 全部都分到 比你火烧 你写还要快 你还要写 你写烧一烧 我烧都不要烧 大家最终还要相信佛法是新法 啊 一念天堂 你也抵御啊 啊 但是这个烧 也是有烧的 功能的 不是烧烧的 像有些人不相信 说这烧烧没收到 就是没收到 啊 就是 只是讲我们 要深信了 《避藏经》 所给我们讲的 六道人为 地与苦报 啊 这个地与苦报 我们不忍成说 啊 你们大家只要看 《避藏经》的这个 《地域名号》品 你把它读一遍 你就清楚了 这个第二条铁律 就讲 《天地之间孝亲为罪》 这是《避藏经》 所要表达的第二条铁律 啊 那么 我们看 《避藏经》的《观众生业园品》里面 《观众生业园品》里面 《圣奥》啊 教父的妈妈叫圣母 他说 《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是杀害》 《当作无间地域千万亿劫求出无期》 这是第一条 你看看 在路避遇的所有恶因恶缘当中 最大的这个恶利啊 第一条啊 就是不孝父 甚至要杀父杀母 那你说天下有杀父杀母的人啊 就有啊 我们上次我也有给大家介绍 《观无量寿佛经》 《观无量寿佛经》当中 唯提媳妇嫩不差点就被他儿子给杀了 对于阿瑟斯王 杀平婆索罗王 要把他饿死 后来他妈妈突破的溜进去 给他这个 给这个国王 给他的老公 送点吃的送点喝的 最后没把这个国王给饿死 这个儿子就不干了 就把他妈给杀了 就因为父母被儿子关在里头 他们向宁鸠山使求 释迦牟尼佛救度 才出现的这一部《观无量寿佛经》 《观无量寿佛经》的发起因缘 就是因为儿子要杀老子 所以这是宗外古经 这种恶人 也是死不光的 也是有的 那么 定藏菩萨答复这个摩耶夫人的 第一条 入无间地 与千万亿劫 求处无期的罪恶 就是不孝父母 乃至沙海 因为我们讲啊 这个孝道啊 不是佛教 一家才讲孝道 这个中国传统的辱家 这个孝地忠性啊 礼仪廉耻 都在讲孝 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 求忠诚于孝子之门 这都讲的都是孝道 但是呢 世间的孝 跟初世间的孝 还是有所不同 我们鲁家的孝 他讲两条 第一 生 他还活着的时候 叫生 世之以理 他活着的时候啊 你在衣食住行上啊 要奴礼 要恰当 要周全 世之以理 你奉饰师长啊 奉饰父母啊 你活着的时候啊 衣食无缺 该你负责的 你都要负责到 那么 死呢 死后呢 藏之于礼仪 藏之于礼仪 忌之于礼 活着的时候呢 就只要做到一条 你要奉饰他 啊 哎 合乎礼度的 合乎礼仪的 去奉饰他 就可以了 去世以后呢 就变两条了 第一呢 要把他安葬的 合乎礼仪 合乎规矩 也就是说 死后也要分光一点 啊 该该 该作坟的要作坟 或者该怎么的 要怎么的 按照中国的古礼 啊 那么 第二呢 要祭之以理 啊 他要祭祀 逢年过节 我们现在主要的祭祀是什么 啊 清明啊 冬至啊 还有这个 这个春节的时候 要去 墾头 要去拜 啊 那么 这个 父母的生日啊 死期啊 啊 哎 这个都 都是我们中国人 要做的 啊 所以说要 祭祀他 祭拜他 要合乎礼仪 啊 安葬他 要合乎礼仪 生前呢 奉仕他 要合乎礼仪 啊 合乎这三个礼 就好了 那 那么佛教的孝道呢 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呢 是仁天圣的孝道 啊 这么仁天圣的孝道呢 差不多就有点像 鲁家所要求的 啊 就是注重 孝养父母的现实努力 对 看着见摸着着的时候 活着的时候 怎么对他 去世了 怎么对他 哎 那我就做道了 啊 这是 仁天标准的一种 效力 那么 第二个层面呢 是小圣人 我们不叫有大圣小圣 小圣的结果叫阿罗汉 这个小圣人的孝道呢 就是除了要让他吃好 喝好 去世以后要葬好 更重要的是什么 要动化自清骨肉啊 解脱生死苦海 这是小圣的境界 那么大圣菩萨道的境界 是什么境界了呢 就是说要普度一切六道众生啊 超凡无甚 成就佛国 那就不是光处我的六情片属 我姓杨的光处我 杨家祖宗 你姓臣光处你臣家祖宗 这还停留在小圣的境界 大圣境界就是说 天下苍生 天下父母 皆是我应教应度之人 那么为什么大圣菩萨的孝道 会有这么一个高的一个标准 会有这么高的一个立场呢 这个来源的依据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凡王经当中的一句话 我们看凡王菩萨戒经 我们菩萨戒有几种戒 有幽菩萨戒经 有这个阴落戒经 有于潜菩萨戒经 有这个凡王菩萨戒经 那最有名的当然是凡王菩萨戒经 在凡王菩萨戒经当中 这个我怎么讲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生生世世 无可从之咒生的 一切男子是我的爸爸 一切女人是我的妈妈 那为什么变成一切男一切女呢 因为我生生世世轮回六道的时候 我做虾的时候虾罢虾嘛 做鸟的时候鸟罢鸟嘛 做人的时候人罢人嘛 无量节轮回 所以三河大地的无量生命啊 要说起来啊 通通跟我沾亲带故啊 我都做过他的子女 他都可能做过我的父母 只不过六道流回 面目全非 今天他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他 那 所以正因为凡王菩萨戒经当中 佛教的理论当中 有这样的一种理论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所以 我们就要赌天下男女 在人说男女 在动物就是说此雄 一切男女众生 此雄众生 都在我因度因化之内 那么 凡王菩萨的这句话呢 他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 那就又回归到我们刚才讲的 六道流回 如果不相信六道流回 怎么会相信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所以这种理论啊 六道流回理论 和生生世世 这个转世 男女是我的父母 这两种理论啊 它是互为因果 我来支持你 你来支持我 这样相互 因此佛教的孝秦观 它的一个特色 是什么 我们两句话 第一条 人儿不孝父母 不足以为人 这是基础层面 就是人不孝养父母 不足以为人 第二句呢 孝儿不了生死 不足以为孝 但这一条 这一条就是佛教的 出世的一个 我们现在一般人来讲 就只讲到前一句话 人儿不孝父母 不能算是人 但是孝儿不了生死 不算为孝 这只有佛教才有 所以岩石大师的七笔勾当中 有一句话非常的经典 恩重三丘 父母的恩啊 像山一样的 像丘一样的 我们说大者为山 小者为丘 和成三丘 恩重三丘 五顶三心 问诸仇 什么叫五顶 中国古代 我们说春秋的时候 周桑的时候 汉代以前 这个吃东西的 盆盆罐罐 是装在顶里面烤得住 就有点像现在吃火锅一样 这东西煮热了 就拿来就吃了 不另外装盆装碗的 这个顶呢 是铜做的 青铜的顶 现在顶都烧香了 大家要知道 中国远古的时候 顶不是烧香的 烧香很晚才出现的 是拿来煮东西煮肉吃的 这三只脚的顶 下面生着火就在那里煮 煮完了呢 也不说一定非要拿出来 就在顶里头吃了 那叫五顶 那是我们就说是 好像是吃大席了 八道凉菜 二十八道热菜 它叫五顶 五个顶 三心是什么呢 牛啊羊啊猪啊 这叫三心啊 那么用五做顶三种心 这是代表是属于这个国宴标准 在我们很古老的时候啊 这个国宴标准差不多就是 五个大锅 煮着牛羊猪 烤着煮着给你吃 这就是国宴标准 那么廉池大师的七底沟当中 他讲啊 我们父母对我的恩情啊 恩重三秋 五顶三心 为足仇啊 我靠五个顶主三心 天天给他吃 都不足以能够仇 仇 不报他仇当他 这个恩报不完了 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报父母恩呢 轻得离成垢 只道方成就 只有你的父亲母亲 离开了红尘乌垢 离开了六道轮回 你儿子的孝道啊 才方方的得到了圆满成就 所以轻得离成垢 只道方成就 大家一定要记住 五顶三心 为足仇 每天让你父母吃国宴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玩什么玩什么 是很笑 世间之笑 弄不好反而害了他 为什么 大家知道 光不女的妈妈吃海鲜 那最后这样一个下堂 是吧 所以借他放生 就是讲 佛教的这个 孝清思想 那么第三 地藏经第三层面 提供给我们的铁律是什么 铁的规律是什么 因果报应 如影随形 那 重什么因 得什么果 就像个人走到哪里 顶着根到哪里 如影随形 你要明瞭这一层思想 这个重点 就看地藏经的 言否众生 叶敢品 我们今后你们回去 读地藏经 你读这个言否众生 叶敢品 你就知道这个因果报应 这个喜欢什么的 我为你说什么报应 你看了之后 这个因果报应 如影随形 恰如其分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你说我活得很滋润 活得很开心 很健康 很富足 这是合理的 为什么 你种善因 就得善保 但是 我还有另一面 我身体有病 心情烦恼 家庭有是非 工作不顺利 这么多一切 大大小小的 烦烦恼恼 四十费费 哉哉扬扬 痛苦苦苦 也是合情不理的 也是如是因 得如是果 当然这个因果 是因缘果报 四个字的简称 因缘果报 那么 因是什么呢 是主要条件 就像一颗种子 缘是什么呢 是辅助条件 就像 种子 所要种下去的 那块土壤 然后在土壤里头 它有水分 它有肥料 它有阳光 乃至后续的 除草松土 等等 这都叫缘 所以缘 它的全称叫青 这个因的全称叫青因 就像我们说 这是我的青 那就是青因 缘呢 叫助缘 辅助它 辅助这个青因的 因加上缘 等于果报 等于果报 德国受报 所以 善恶到头 终有报 只正来着 与来迟 中国传送了几千年的思想 实际上很多 都是地藏经的思想 只不过 佛教普及道社会 人们把它的宗教的一面 给过滤掉 留下来的变成一种民俗民分 变成了一种 就是说 普世的 共性的哲学 普世价值观 所以我们 现在的社会 为什么被人家讲一句话 叫四分不下 人心不古 这个古人跟现代人的差异在哪里 人家说 现代人聪明 古代人笨了 这也是一条 但实际上讲 太过聪明了 聪明反备聪明 要说 现代人的福报 我说 比乾隆皇帝还大 为什么这么想 乾隆下一趟江南 多苦啊 他从北京 出南门 往南走 没有三个月 没办法 有个来回的 坐着个马车 边配啊 这叫边配啊 非常舒服 夏天到了 也就从冰窖里面 多弄几桶冰 两个丫鬟 融流着 给他散散子 那就算变分散了 是不是 他一辈子 能做多少事情啊 我们现在两个小时到北京 办完事情两个小时回来 过去的三个月才能做的一个来回 我现在两个月办完了 我无形式终啊 我的两个四个小时 或者说我的一天 相当于古人的三个月 我比古人寿命增长了多少 那其他就更不要讲 那乾隆这么伟大 没见过阴京 没到过法律西 我们倒有点 稍微有点 还心把太走走 还到香港去走走 乾隆都没去过 所以这是讲 古人 在很大程度上 福报上 似乎很不极限的 但是现代人的隐患 现代人所面临的危机啊 那真是让古人笑话 古代的时候有战争 从人类开始之后就有战争 但是过去叫什么 冷兵器时代 这个打仗啊 最厉害的就是弓箭 叫灵枪一朵 暗箭难防 暗箭算是最有杀伤力 会飞过去 剩下的红鹰枪大砍刀 你能杀几个人 一跳一躲 就低一滚就逃走了 现在的战争 核战争 深化战争 精确打击 洲际导弹 是美国一颗打弹 被打到沈家门 哪里需要瞄准呢 卫生导航 锁定 逃都逃不了 炸弹会拐弯 所以我经常讲一个比方说 我不要说羡慕古人 我甚至羡慕解放前的人 因为解放前人啊 还能逃难 现在人打仗 不要逃难 人再不争作 祸从天上来 逃难也需要 躲到门背后 藏到床底下有用吗 一点用都没有用 防空中有什么用呢 所以 要不不发生 第三次世界到 发生了就不得了 全世界的核武器的总量 说是能够消灭两百个地球 这还是这几年前的报道 所以我们啊 每天生活在一个如坐针毡的环境当中 非常之急 我们看过未来水世界 地球要变水球 北冰洋南极南极州全部融化掉了 现在是什么 二十年是过去的三十年 说已经这个北极冰盖 已经融化了一个法国那么大的面积 你还能融化几年呢 那第一步 把这些低海伐的城市 东京啊 曼谷啊 纽约啊 上海的都先淹掉 这水涨上来的有什么办法 臭水今天解决问题吗 这就是纵臣共业 这古人他有业上 能打仗了 还能逃难 躲到山里去 现在能打仗了 没有什么好难 就念着国陈舍 没有什么办法 从根本上解决 就是说什么 简历和谐社会和平之间 要让西方的科技 加上东方的宗教 把它合二为一 所以我们现在在走的道路 可这里 这个补充一条啊 这一百年来 西方工业革命 发明了电 发明了飞机 火车 汽车 电梯 这些东西发明了 解放体力啊 把我们人的体力给解放 那不用你记啊 拿这个笔记本电脑带着 任何事情上网一查 点击一下 搜索一下 静在眼下 静在掌握 这不解放脑力了吗 好了 科技的成就 差不多也是到此为止了 你别指望它 还想解放什么了 这个 就剩下最后一条还没发明的 坐梦机器还没发明 我相信将来会发明的 睡觉之前戴的套子 这更好 想要做总统 问中就做 想要吃一顿 就跟真的一样啊 这我想是科学 下一步可以 对我们人类带来的一些东西 但是 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 实际上就是解放心灵 解放体力 解放脑力 最后要解放心灵 解放心灵靠什么 就靠佛菩萨 就靠佛法 所以我们从信佛到学佛 乃至究竟成佛 就是一个心灵的解放运动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 都是在讲 怎么样去解放心灵 那么 这个 不相信世界上有善恶因果报应的 我们称之为邪简 这种名字邪简 那么 生性因果的人 是有智有福 所以 从大的方向讲 钱生为因 金生为果 金生重因 来生为果 来生获果 这样 前前无死 后后无重 我们的这个生命堂恶 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之所以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就是因为我们 前生重了很多的因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 生活在一个 安和 富足的社会 没有太多的天灾灵活 更没有 这个 兵荒马乱 吃得饱 穿得难 活得开心 你在这样一个几千年的历史当中 都难以找到的一个昌盛之赤当中 我们的福报有多大 我们生活在这个点上 再往前走 有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有鸦片战争 我们不在那个时间段 再往后呢 我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了 核战争爆发了 逃都没地方逃 我们也没到那一段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 多么祥和安乐的世界 我们现在一定要抓紧 要修来世 要修来世 我一直说 人的前四十年 才会今生今世打平 人的后三四十年 要为来生来世打平 他们像我是三岁学佛 二十一出家 那个特例 大多数人 人到中年 会知道学佛 会知道皈依 已经有大善跟大语报 八十岁不知道信佛两制的人 满大街都是 九十岁没皈依过的人 多了去 所以我们真的是有福之人 那么有福之人 就一定要相信 地藏经当中的铁律 因果报应 如影随形 所以我们才知道 举手投足啊 都要小心谨慎 天堂地狱在一面间 进一步之佛 退一步之魔 还有一个故事 很能说的问题嘛 有一个武士 一个武士 他们不信三宝 不信佛法 然后老是听出家人讲 讲这个天堂地狱 很烦 他有一次就 日本的武士 是带着两把刀的 一把长刀 一把短刀 到了一个寺院 问一个老和尚 说你们老是讲天堂地狱 你把天堂地狱 你把天堂地狱 拿出来给我看看 这老和尚眼睛一撇他 我说了一句话 像你这种人 有什么资格 跟我谈论这个问题啊 他说非常不屑一顾的那种感觉 我这个武士受到侮辱了 你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 他一下子就是我们 电影里放这个沙沙 就把这个刀给凑出来了 要把老和尚头给砍了 刀一拉出来 寒光凛冽 这老和尚见份插针地说了一句话 地狱的门不现在已经开开了吗 是不是 你都要杀人了 你更不要说杀个老人 或者杀个出家人 你都要杀人了 这还不是开地狱门了吗 我这个武士倒也是 蛮有善根的 被他这种禅宗的这种积分 这种一击 他一念向上 这老和尚教学方法蛮灵火的啊 很有特色啊 他说如果问我吧 我给他讲这种理论姿势来 那他听着也就很麻木的感觉 因为他居然用这样的一种禅宗的手法来对峙他 他就马上就把这个刀就抽回去 然后头一滴 就有一种很羞愧的感觉 觉得我怎么真的把地狱门给打开了呢 他这个刀一抽 头一滴 老和尚说了 哎 这就是天堂之路啊 就这么一句话 把真正的什么叫天堂 什么叫地狱 天堂在哪里 地狱在哪里 说清楚 所以 这个因果报应呢 如影随形呢 存在的呢 就是恨人 我们既不要怨天 更不要留人 我们只知道来头的 来说死 那么 这个果报呢 它有献报 有生报 有来报 三种 什么叫献报 就是 今生作善 今生得福 今生作恶 今生获罪 今生才能够兑现 那么 如果说是来报 那就更遥远 如果说是来报 那就更遥远 那就是等于是后报 好吧 不知道哪一生哪一世 但是因果不知道 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所以很多人他總是有一條不理解 就是說為什麼因果報應一定很多要讓我們看不見 要報來生 要報後生 如果什麼報應全部都在今生今世兑現 天底下還有誰不做好人 還有誰敢做惡人 我覺得這本理論聽上去很有道理 實際上沒有道理 為什麼 殺人被槍斃 搶劫坐牢 天天在發生 照樣有人殺人 照樣有人搶劫 並沒有因為這個監獄裡頭關滿了 就沒人再敢做壞事了 所以證明啊 人的這個惡心惡心啊 很多東西啊 他不是因為看到了報應就能惡致 惡不住 為什麼 他有僥倖心情 他總覺得 抓住了要槍斃 抓不住了 抓不住了 那我就不好好的了 欸 一百個人做壞事 就算九十九回到抓住 還有一個呢 我就是這一個人 人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這叫犯罪心理 他就永遠要做這一個人 所以說啊 我們一定要相信 在我們的身邊 其實天天在發生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的事情 但我們腦子裡面記得住的 口裡說得出的 到往往是 善沒有善報 惡得了好報的問題 這可能實際上是什麽 就是 大鳥獸的刺激不夠深 我講到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就一直要講一個一句話 狗咬人不是新聞 人咬狗才叫新聞 這個善有善報 都有惡報 雖然天天在我們身邊發生 但我們看了 舒適無睹 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是永遠進不了你的大腦 不會留下深刻印象 就像街上狗咬人 聽完就好了 狗不當然咬人 這是什麼事情 但有一天 能咬了狗一口 再也不忘記了 說某地方有可能能夠去咬狗了我 這就是像我們 一個好人 得了壞報 挺好的一個人 年紀輕輕地走了 大家永遠記住 一個很壞的人 做大官 發大財 身體 好兒子孝順 心裡不平衡了 這個人怎麼沒有惡報 也記住了 這就像能咬狗一樣 就記住了 受刺激了 跟我們的這個價值觀 人生觀 背道而此 受刺激了 就記住了 所以不是說沒有善為一步 而是出現了這樣一個狀況 大家分析 還有第二條 並不是隨著你的主觀念 得說我希望獻生獻報 那就好 幹嘛要精神做壞事 要報到來生去呢 就像我們現在說 小朋友生大病 這是什麼 這就是典型的精神並沒有造罪 因為他都沒有能力造罪 沒有時間造罪 兩歲三歲的人怎麼能造罪 但他得了一個很嚴重的病 受苦受難的 這是典型的 前身的因在前身成熟了 所以小朋友生大病 那麼這種現象 讓人感覺到很不爽 這個因果報應 報應在一個小孩子身上 我們又沒看見他前身到底做過什麼 所以就感覺到好像很不合理 但是 沒有辦法 天然之理 我跟大家講 佛法的很多因果的規則理論 並不是佛制定的 只是佛發現的 發現之後將以傳播而已 就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但是新大陸到底是美麗復勞 還是非常的貧瘠 非常的醜陋 都不是哥倫布的感覺 他只是發現而已 不是他創造的 那麼天下的真理 世間的萬象 因果報應的法則 不是釋迦牟尼佛制定的 故意要把它制定為 今生造物來世受報 不是這樣的 天然之理 天然如此 眾生共孽所感 佛只是一個發現者 發現了這個真理 在他一生當中 教化眾生 傳播這個真理 好 地藏經的 第四個層面 要向我們表達的一條鐵律是什麼 就是禮盡利藏 利盡利益無量 禮盡利盞利益無量 那麼這個重點呢 是看見聞利益品 我們要知道這個禮盡利益 到底能獲多少的利益 我們重點看見聞利益品 當然在這個經典之前 經典之後 處處在指揮 都有在講這個禮盡 供養 念地藏名號 供養地藏形象 造地藏形象 有多少功德 這個都在講 但是這個在見聞利益品當中 講得最集中 講得最無量 這裡頭我們可以讀這麼一段 就是佛告觀世音菩薩 是地藏菩薩 與炎佛提 有大因緣 若說於諸眾生 見聞利益等事 百千節中 說不能盡 那就總括了 就是說 地藏菩薩跟我們這個地球的眾生 這個炎佛提呀 換句話講 就叫南山步洲 剛才我講佛教的天文觀 或者說宇宙觀 它的核心是虛尼塞 然後在東南西北有四大步洲 日月 烙行 照料這個四大步洲 那麼東部就叫東聖神洲 南部就叫南山步洲 西方叫西牛賀洲 北方叫北聚盧洲 在這個四大洲當中 北聚盧洲的人 沒有信仰 沒有三宝 但他活在富貴中 享受一種武裕的境界 物質文明高度發達 但是沒有三宝 另外這個三個洲 相對來講 布魯 北聚盧洲 富足 安樂 但是他恰恰 四次得比 他有三宝 有佛法 因此 威陀菩薩 他是哪裏有三宝 哪裏有威陀 護法威陀 所以才得出一個口號 叫三洲感應 他只去東 南和西 他不到北方去 因為北聚盧洲 沒有佛法 不需要他去慧法 所以叫三洲感應 那麼 這個南山步洲 他的梵語叫做南延 延國 延國緹 這個地藏菩薩跟嚴峰提眾生有大因緣 要說這個菩薩對於我們嚴峰提眾生的見聞利益等事 百千絕衷說不能盡 我這樣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個跟我們這個世界上最有因緣的 別真的想想 除了阿彌陀佛 除了歡師音菩薩 就要算地藏菩薩 要算地藏菩薩 所以我們 我小時候才看見過 每年到了七月三十的晚上 家家戶戶都要去擦地道香 擦地道香 就很漂亮 在這個弄堂邊屋簷下 因為晚上了 所以這個欣欣點點的 紅紅紅的一片 這是一種民俗 是一種民俗 但是 現在是看不見 但即便我們要這樣做 大家要注意 要文明 要安全 不能你的信仰去破壞佛教的形象 這個問題我明天還要展開來講 就針對於我們這個周三一代的 所謂信佛人的一些不良習慣 我明天在講土話的那一刻當中 我要跟大家好好地洗洗腦 因為原來不打算講為什麼 以為隨著這幫七老八十的人故去 可能這種漏習 將來就不會再延續了 現在發現三十人十四歲 三十歲的人都跟進了 這幫人很多了 講不行了 延續一代都跟上來了 所以一定要聽國法 那麼 這個 禮盡地藏利益無量 地藏屠殺的感應非常地強烈 我們周三眾生跟地藏屠殺很有緣 在我們定海有個地藏殿 代三 四基這個地方沒有地藏殿 那外面叫地藏士的很多 這地藏菩薩 每年我們寧波周三一代的人 不管修淨土的 不管修什麼地方 農曆七月份都會送地藏經 乃至我們佛教當中的 這個實災怎麼來的 地藏經當中來的 一出八十四十五 就四天實災 地藏經當中來的 我們做頭七做二七做三七 四七五七乃至七七十四十九天 所以規定的 地藏經規定的 所以地藏經跟我們的佛教徒 乃至對中國一般老百姓 這個分土人情的影響 是深而切廣 所以地藏經 雖然從唐朝一出 真正的大發展大弘揚 是明清時代 當然明清以後到了民國 到了現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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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華丹 在建一尊九十九米高的地藏經 這建了好多年 但是還沒建 所以到了這個 《卓類人天品》 我們地藏經的第三品 最後一品叫《卓類人天品》當中 佛就跟我們詳細地說 布施供養 讚嘆 詹理 地藏菩薩 能夠得到二十八種功德利益 這是很少見的 一般 《博經》當中講功德利益 一般都是講十種 像這種二十八種 數量上是比較大的 那麼 後來 又講到了 廣義的講 講的細一點 是二十八種 如果講的 這個精簡一點 驚艷一點 就是七種 所以在這個《卓類品》當中 先講二十八種功德利益 後講七種功德利益 推廣開來講二十八種 收拾起來講 七種 總之 這個 禮盡地藏菩薩 這個功德是 非常的靈驗 那麼我們現在講這一段的時候呢 大家一定要配合 要去找說看 在《大藏經》也好 在一般的流通處也好 有一些地藏感應路 《地藏菩薩感應集》這一類書 你們要看 這個 看了這種感應的書啊 珍惜啊 恭敬心 歡喜心 對我們的修道啊 很有出現 很有出現罪 很有出現罪 我在 將近二十年前啊 二十多年前 我看到過一本小車子 我看到過一本小車子 江上海 郊區啊 有一個小老闆 這個被綁匪啊 被綁匪啊 綁了 那麼這個小老闆呢 她的媽媽呢 一輩子呢 就是 供奉避藏菩薩像 家裡供了一尊這個 這麼高的一本 目標避藏 如今的 天青的 一直供在那裡 她媽媽呢 一直送避藏菩薩像 那麼她由於受媽媽的影響呢 或多或少呢 平時呢 也會去拜拜 比這多少 有一次這個小老闆 就被綁匪給綁了 綁了之後呢 就要求贈金 但她是小老闆 根本就沒什麼現金的 就開了幾個店 有一些存貨 她沒現金 結果綁匪拿不到贈金呢 就下了狠心啊 就拿刀啊 綁匪也不是怎麼有槍的綁匪 是土匪啊 捅的 不是羊的 她沒槍的 就拿刀 就砍她脖子 等於要把她 叫我們叫撕票 結果一刀下去 像有彈性一樣 砰彈回來 再二刀 又彈回來 最後 把第三刀下去 不敢再砍第四刀 認為這個人有氣功啊 不敢再砍 不是小老闆逃走了 是強盜逃走 你得怕 不知道這個人到底是什麼 什麼原因啊 那麼她這個 連夜就跑回到家裡 到了家 這個浑身放下都是汗的 衣服都濕透了 一口氣跑回家了 她媽媽也出來 老婆也出來 就哭 就說 今天真是 沒想到二十枚人 還能回家 砍了我三刀 頭還在這裡啊 最後 她媽媽很自然地說 那要去歇歇地藏菩薩啊 我拉走之後 我天天天拜地藏菩薩 跑來到地藏菩薩面前 奇怪 地藏菩薩的脖子上面 我有三刀 這個事情 這個我因為二十多年前看了這個書 現在我能不能找到這個 它有時間有地點 書有點發黃了 民國年間的我簽了 講地藏菩薩的 這本書沒找到 本來我今天要多講幾個故事給大家聽 但我就是說 沒時間沒地點 沒人物的 我給大家講一個佛的記憶 二十多年前看了這麼一個 關鍵的一些東西的記憶 那是這麼一回事 是發生在這個現在的一個 地藏菩薩的一個感應之間 所以 我們說 今成所至今世為凱 因緣會合 一方面這個人的確有福報 二方面她的母親 這種慈母之心 平時離近地藏 而是被抓去了 天天在地藏王父身面前求 產生的這種強烈的感應力 所以這個植物到她身上 產生了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 非常神奇 那麼最後我們講 我們在座今天 我們在座今天 很多位同修 可能都是修念佛法門 修淨土法 那麼很久以來呢 我們很多同修呢 就開始不送地藏經了 覺得這是夾雜 我們修淨土的人 要麼就念彌陀順號 持佛靈號 要麼呢 就送無量壽經 送阿彌陀經 念念往生奏還能講可以 這個送地藏經 跟我們修淨土 根本就是風馬不相及的 確定是假的 所以我還聽說過 有個師父跟我講 說他們 不是怎麼 經常有人把 念得很舊的什麼 地藏經 金剛經 土門品還回去 那他不念了 不念了放在家裡 他覺得不合適了 首先就 就拿到寺院裡 擺在佛前 擺在寺廟工作上 就等於想丟掉了 這個很不對 我經常跟大家講 《觀無量壽佛經》當中講 靜葉三福當中有一條 讀誦大聖 在這個 上品上身章 《觀無量壽佛經》 西方三倍九品往生 要想要往生上品上身的一條 要讀誦大聖方等經典 什麼是大聖方等經典 除了《無量壽經》 《阿彌陀經》 《阿彌陀經》是大聖方等經典 《地藏經》是大聖方等經典 《法華經》是大聖方等經典 《金剛經》《心經》 通通通是大聖方等經典 你怎麼能夠這樣 對經典還要分個 要與不要呢 所以我覺得 沒有學經一點 不要學很多很多經 人的經力有限 修淨徒還是以慈靈念佛為正行 誦經慈奏禮佛為助行 這個沒有錯 但是 如果你已經會讀誦《地藏經》 而且過去曾經也再讀誦 或者是在日再讀誦 或者農曆七月份再讀誦 說是聽了說要修淨徒法門了 就要把《地藏經》要讓它靠邊了 以後就不能再念了 念了就不算專修淨徒了 大錯特錯的思想 我剛才講到過 佛講《地藏經》有兩個唯一性 一個十方一切諸佛都要到道理天空來聽 是吧 一個是佛在 序分 正宗分 流通分 三度要放光陷淚 這麼了不起的一部 圓滿的大經 你對他身輕慢心 讓他靠邊 讓他浪路 你不覺得這個心 舉心動念很罪過嗎 所以 我在這裡要勸起流通 我們要保持這樣的習慣 我倒不主張天天都送 我只希望大家天天念佛 但是不主張說天天要送《地藏經》 也普及不了 不可能有人都天天送《地藏經》 畢竟是三卷十三平 那有一定的份量 但是我通過今天在這裡弘揚《地藏經》 我非常的希望大家保持我們的優良傳統 在時災日或者在農曆的七月 我們要多來讀《地藏經》 這是功德非常大的 因為我們不看身面看國面 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社會上一個商品 推向市場 它有一個形象代言人 有形象大使人 某一款的服裝 是誰是誰的 像有一個什麼燕窩 是劉嘉玲 在那邊電視上搶啊 和這個燕窩 那麼大家知道 負責推廣《法華經》的人是誰 是《普賢菩薩》 所以《法華經》七卷二十品 最後一品叫《普賢菩薩》片發品 釋迦摩尼佛是把弘揚推廣 《法華經》的這個任務 是主要讓《普賢菩薩》負責 所以我們不送弘揚《法華經》 就是在幫《普賢》附上行 成為了《普賢菩薩》的眷屬 那麼今天我在這裡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忘記 《地藏經》的形象代言人是誰? 《觀世音菩薩》 我想在座各位沒有這個《觀世音菩薩》有矛盾的吧 大家從心之內都恭敬《觀世音菩薩》 都喜歡《觀世音菩薩》 那麼你把你的這種恭敬心、喜歡心拿來去 不送流通《地藏經》 就是對《觀世音菩薩》最好的報答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 除了對你《觀世音菩薩》有緣 那就是對《地藏菩》有緣了 是勸《觀世音菩薩》 一定要弘揚推廣這部《地藏菩薩》的願景 所以我們不送《地藏經》 就是跟《觀世音菩薩》接言 就是參與到《觀世音菩薩》的弘法行動去 就當中去了 成為《觀世音菩薩》的藏水重、護慈重 那麼《觀世音菩薩》是何許人呢? 西方三聖之一 我們要求神淨土 就是要跟《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朝夕相處嘛 要成為西方三聖的眷屬 你才能夠求神淨土 你才會發現求神淨土 所以《地藏經》跟我們修《彌陀淨土》 絕對沒有任何的矛盾 而且反過來 由於讀誦《地藏經》 禮拜恭敬《地藏大士》 能夠得到《地藏菩薩》的無邊加持 能夠使我們的身心、世界 能夠使我們的醫政環境 得到一個極大的有效的改善 這個在《地藏經》的最後一品 說到的二十八種利益和七種利益當中 講的是苦口婆心 是分分明明 所以沒有任何的理由 要把《地藏經》的讀誦 看作是淨土法門的一個獎納 所以今天呢 我們花兩個半小時時間 對《地藏經》的一個中心思想 做一個概略的介紹 好,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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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